2019年立夏已有半月有余 但是在藏北羌塘浮地不時飄落雪花 廣貌的羌塘高原銀裝素果 日前 記者乘車前往距離西藏拉薩士當雄縣40多公里的烏馬唐鄉巴嘎村 姆蘭雪山景區 這雷海拔近5000米 是當雄縣東崇夏草的主產區 5月20日 該縣2019年蟲草文化旅遊節再次開幕 當地牧民也由此迎來今年的蟲草季 實質上說的話 應該說是我們今年是真的把蟲草推向市場 然後讓老百姓得到一個實實在在的增收 清晨 當記者來到姆蘭雪山露營地時 腳下是厚厚的積雪 但強烈的日照 很快把滿山坡的雪化為烏有 前來體驗彩蛙蟲草的遊客 再度迎來好天氣 巴嘎村牧民刺望站堆 手裡拿著摸得光亮的小鋤頭 這是他彩蛙蟲草的主要工具 為了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當地牧民把彩蛙蟲草的鋤頭做得小巧實用 在此次蟲草節期間 當熊縣安排遊客上山體驗彩蛙蟲草 慈望站堆是其中一個體驗團隊的向導 記者跟隨向導和體驗者來到蟲草彩蛙點 慈望站堆介紹 蟲草長在濕度較大的高海拔山坡上 其顏色和甘雜草相近 所以找到它難度很大 已經採挖蟲草30多年的慈望站堆 匍匐在山坡上 不慌不忙地尋覓蟲草 當它找到第一根蟲草後 並沒有立即採挖 而是拿出懷雷的手機拍了下來 以示紀念 記者看到 長在山坡上的蟲草 頭朝下 尾巴露在地面 在雜草中顯得筆直堅硬 對此體驗者興起不疑 很多人知道蟲草 但不知道它長在哪裡 如何尋找 如何採挖 和回田採挖點 慈望站堆在尋覓和採挖過程中 為體驗者逐步揭開東蟲夏草的神秘面紗 當地牧民告訴記者 採挖蟲草不能盲目 沒採挖一根蟲草 要回田採挖點 這樣山上的草還可以繼續生長 蟲草才有生存之地 對環境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當雄縣是純牧野縣 除了牧野 蟲草也是當地牧民主要經濟來源之一 該縣今年蟲草節將持續到6月10日 在此期間 當地牧民將舉家遷居到山裡採挖蟲草 隨著民眾對環保意識的增強 採挖蟲草也變得越來越理性 人們更加愛惜他們賴以生存的家園